花75县道石平路段边坡土石摊坊阻断交通 走行乡公所22号中午紧急抢通之后 由于边坡沿程相当不稳定 不到三个小时又再度摊坊交通中段 眼看二旗座水道要进入收割期 到时候大型的农机具必须绕道而行 增加了农运成本 县长徐正伟 22号同步线刊轮天变道灾修的进度 要求务必在10月底要修复完成 农民挥动着割草机 砍除水道田梗的杂草 不过这项前来为收割作业 而预作准备的砍草工作 农民可是千里迢迢而来 因为花75县道石平摊坊路段 昨天22号抢通不到三个小时 又再次摊坊无法通行 我到从东里车站那边进去 然后再照过来 没有我本来是要走那个 农民那边 那从这边也知道很远啊 都很远 两个都很远 一样一样一样 那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采收 这个哦 这个差不多在半个月吧 花75县道石平路段 编驳土石摊坊阻断交通 县长徐正伟第一时间到场堪灾 由于花75县道在一连串天灾地变重创道路交通后 已经是目前该区域谨慎的另外道路 如今道路摊坊中断 先议员地方民意代表村民当面成情为农民发声 因为在过十几天水道即将要收割 面对地方区域交通严重受创造成民众 尤其农耕运输交通的不便 县长徐正伟也特别紧盯 轮天变道修复进度 并要求务必在十月底前修复完成 一例二期做收割作业的进行 对于变桥的这个变道的这个工程 都有一点点的单割 因为那个这个水量太大 所以我们工程是带水平静以后 稳定以后然后再进场来做 那所以我们也尽量希望工程能够在十月底 能够尽速来完成 让乡亲还是可以在这个这个进度内来 能够赶快来使用 布里乡长江东城也在今天上午 特别前往轮天变道施工现场 关切修复进度 并持续追踪 以尽快恢复乡亲的日常通行 记者综合报道